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可能是这样的策略 因为他们不想用 因为毕竟是王图嘛 王图你可能就是专门有去训练过 我们上个赛季刚开始分析的是 在自己的王图一定要拿到这关重要的12分 但是随着比赛进行我们发现在对方的王图更要拿分 就不能让对方拿到我来加分吗 对啊 来 来看文学部三零这个弹射点 是 看一下这里 先时间卡一下气 这个是什么跑法嘞 这个是保守跑法 看明明这边吃完稍微扣碰到影响到后面明镜 应该刚才是肌肉记忆性的去卡了一下气啊 可能在场下跑法跟场上不太一样 因为ECU选择也不一样 来看一下这里连续开丹气一个测身 衔接弹气连续再来一个弹射 双上弹手 是 路线非常好 这边测身点过来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看前面的一个点票 没错 看这个皮肤也非常帅气 是 这边脱了一下这个甩尾 这里就要断蛋了 其实比较诧异的是四名选手没有一名选手选择到指挥官的 确实 指挥官的话其实非常的百搭嘛 可能不想在第二张赛道去选出来 那我觉得下一张图应该要选 是 再看一下再来参加点 就是为自己的王谷做一个准备 是 云海最后一谈应该出了一些问题 让菱青拉借了距离 这一个小科双喷 这回跑法正确了 是 这边的双怪这个非常的极限 差点是磕到了 对 这里卡器就没有办法卡了 看这一个弯道能不能挤满一个氮气呢 没有 没有挤满了只有氮氮气的一个方法 是 除了再次磕碰到停开一个氮气 测身过来 对 现在四名选手距离非常近 可见在经历的修带气以后 四名选手的稳定性都有所提高 您现在后追的过程中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失误的 嗯 这里又没谈得来嘛 是 两次同样点 是 而且一些出弯的路线 确实是有一些小问题 没错 看一下云海的完成时间 是1分40秒 恭喜云海第二次冲险二连冲 这个开门两红 云海说 哎 就喜欢这样的感觉啊 这个赛制加长了嘛 如果是胶着的状态 可能是9局 对 那如果后面这个选择车就比较重要了 9RGM还把空港搬了 对 那LOS SQX其实可用的图 如果再往后打的话 不一定有特别大的优势了 是 赛来起步 运行先冲出来 占据一个领导优势 是 云海这边直接开启ECU过来 测身小分阶段线 有空门落地门线 CWW 哦 这一个内线 再转眼扎得出来 凝轻紧随其后 两名选手再次开始battle 甩尾延续 集满三管断气一个跑法 这边进阶的话 直接从内道完成了一个反超 是 惯性进阶 出完还是非常快的 但是两名选手 哎 是 自己多飘了一下 是误触了吧 有点像啊 感觉是 突然突然飘了一下那种感觉 对 看这里再次采取双双弹射啊 一个细节WCWW 开单气以后 再来一个点飘 这里还点出了一个小喷 看长连道选手们怎么过 看下这边是直接选择一个 进阶过来 是 距离好像有所拉近 开启一个E4U连续开启单气 那这里演两下以后 可以利用空分落地喷 这家CWW的跑法 是 看下这边进阶过来 一个路线稍微有点偏差 再接一个进阶 看这个长迹线 是 哦 这里淡气延续没延上 所以说只能被迫开启一个淡气 那这样的话相较于云海 凝青在淡气方面有一个劣势 但是后面如果有路线 能够卡位的话 其实这个劣势并不算大 但是看下后面 对 到最后的那个跳台点的话 其实很容易掉落 我说是排名的后面 在小地图上 逆星的距离 其实是有一点越暗的 是 逆星的话 好像是发生了点自有失误 没错 看一下 所以她在前面的话 也是稍微有点失误了 没错 看下这边路线过来 逆星是6秒冲线 逆星是1秒冲线 那这两名选手之间 是相差了5分 是 前面的差距 应该也是搬回来了 但是 云海抢到了宁青的12分 抢到了王子 非常好看啊 这颜色黑色 来看惊鸿再次拿出来 看一下双方还是 云海和宁青这边 去打一个顶跑位 是的 那这张图顶跑位 因为用车就非常明亮了 神风玉堂相较于金红 还是有非常大优势 来看看选手们的起步 这个特性的话 其实氮气将 我这个起步 直接被卡到一下位置 对 但是对于QG来说 其实有一个好效率是什么 还好被卡的是金红 如果被卡的是 神风玉堂 神风玉堂马超 而且 这边跑法有变化 是 开了一个氮气 那这也是少一个氮气的跑法 难道这刚上来绝活就上了 这里开了一个ECU 侧身CW单喷 这个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跑法 前面再接一个比较极限的弹射 但是云海这边采取了 一个非常细节的小甩 是 这边 稍微进阶过来 一个路线也是非常完美 这个境界也是非常极限 再开启一个ECU 对但是我比较好奇 是宁青那个氮气 在前面再拿一笔回来 哦 非常细节的侧身 是一个外卡内 直接卡得到了宁青 是 而且还调整了自己的路线 没有受到干扰 是 这个卡位的话是非常的完美 哦 这一波非常细节 看一下现在RGM 来到双顶跑 逆星和云海的拒绝非常近 而且逆星已经反超了云海 来到了第一位次 看刚才那一局 对于逆星来说 其实影响真的不大 RGM双顶跑冲线 拿到21分 QG 这一波又是被反超回来 这一局的话 可以看到逆星那个状态 也是调整非常好 而且云海居然笑了 在场中就笑了 应该是笑逆星吧 你卡我干嘛 不是啊 逆星已经过去了 然后勋章要升到比较高的等 180几 啊 这个当时我我是 差一点点就得到了 那你咋不够冲点钱呢 冲了呀 但是主要就是 没有算对日子嘛 啊就突然下架了是吧 大家本球起步 凌晴在前面 摔尾摔射线杀出来 驾驶到 Flyze Q1X 云海驾驶者 新舞者开始做后追 是的 这个新舞者让我想到 那个概率出发 对 每十秒一次嘛 还是天命新舞者 还是悲求新舞者是吧 天命新舞者来了 20秒出发 再看这边直接一个反超 没错 来看一下这里开一个ECU 哇非常强的对抗 是 连续三个弯道一个卡位 看这边过来一个路线 对 再开ECU 应该这里开了一个ECU 我们知道劳斯莱斯Q1X的这个 基础性能是要比新舞者强上一些的 机智出发特性 也是打不过劳斯莱斯Q1X的 是 看一下这边 一个卡位过来 就硬卡 一个硬卡 一个硬卡 再卡看前面那个蛋前序 没错 哇蛋前序非常细节 再来一波外卡内 远海受到一点干扰 凝晴反超过来 进到以后凝晴顺利的出弯 是 这边进到一个蛋前序 出来的话也相当的快 终于难分难舍 再无数个弯 无数个弯道以后终于分开了 这个难振难分是吗 是 拆解开来 跟刚才说的酸爽一个道理 再来极限的双弯弹射 开始再做后追 这一手如果劳斯SQ1X没有打出优势的话 那对于Q1来说真的是颇为难受了 是 这个在经过几波对抗以后 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那现在由云海做一个后追 这边稍微有点突飘 对 但是今天四名选手的风头 可以说被凝晴和云海 两名选手已经占尽了 是 因为明明和云海 现在本场比赛尤其在前阶段 其实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粗产 主要是由于车辆的限制 刚说完不就给你切明明的视角了吗 来 看看 这个车啊 如果说 像这张地图 老死SQ1X和101 确实会有一些差异的 那 主要是赛制变了 就不能让两名选手都用强车了 这就是 呃 让双合队伍也变成一主一合吧 这个 有记录吗 好像是差一点 57吧 那差一点 没有56 56 看一下 直规官肯定要上了 这边用到的是 进霸地狱使者的皮肤 再加两辆海参 现在看一下 指挥官 这一个优势 指挥官优势 你看一下前期吧 前期可以直接 WCW走以后 就后面CWW 相比于 其他三辆赛者 指挥官在这张图上 尤其在起步阶段 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看一下起步 这种错率会更高一些吗 明明今天起步总是 摇摆 或者没喷 这个 总是受到影响 而且有可能是 自身的一个失误 或者是对方的一个对抗 对 在起步阶段出现 这种问题 其实是不太应该的 看一下 其实调整一下 现在凌晴来了 领跑位于远海这边 再卡一下气 指挥官发出他 发挥出他的优势 现在一马当天 拿到非常安全的领跑距离 所以这边 手把穿上过来 再接一个侧身 再接一个弹射 这边谈说 后面的一个弹前续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只要出弹射的话 这个弹射这个弹前 基本都没问题 细SWCWW 非常贴 看这边刷官 细啊 是 这个非常凉爽 但是也不想下去洗一洗吗 凉爽吗 其实这几天还挺热的 就是热想凉爽一下 那喝一口浸凉呗 没错 浸凉的话确实 比下去洗一洗好多了 对啊 很有可能还融会贯通 这一把再刷一个记录什么的 是吧 哇 这个刷才这样 这个角度相当的极限了 没错 但是明明这个距离又是有一些远 这样 从排名来看的话 RNM很有可能还拿到一定优势 这一把1分11秒33 打破了一记铁头娃创业的记录 实现了跨秒 新赛季的记录来了 天空之城 是本赛季第一张记录 由QG宁星打破 不死这个聚焦之下 是吧 我先来 这个微微皱起的眉头 恭喜QG宁星1分11秒33 驾驭着指挥官 打破了天空之城的记录 使用到的是本赛季的极限ECU 是搭配了指挥官的一个赛车 是 这个新记录来的感觉不算太晚 是刚刚好吗 来了 新梦游乐园 是啊 刚刚说完 极业幽名 说是迟那是快 现在来极业幽名和新梦列手 我们经常把这辆车当做对手 但是没想到一起来 是 就可以给你一个比较的一个方式 对 来看一下这两辆车在比赛当中 会有怎样的发挥 我们来预测一下啊 这两辆车我们不预测选手 哪辆车会拿到一个优势的充限位呢 这个图的话 嗯 我感觉 极业幽名吧 极业幽名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 是吧 因为配上这个ECU 看这里二连卡器 N3卡 是 再卡一下 是 是 这里坐起过山车 一个坛一车崩出去 一线的路线稍微有一点偏差 这里暖气延续非常难做了 这个飞车有点高 嗯 来看一下这里 CWW再来一个点票以后 再接一个淡气延续 这边风中换个氮气 再次上到过关车 再飞出去 是 凝青明显比明明晚下一点过站车 明明虽然说先下 但是路线偏差以后还是被明显反超过来 是这个路线明明走的是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路线嘛 对 但是 是的 是的 看下这边再次结一个WCWW 是的 这里开启一个ECO 再来一个上坡 这个路线有点偏差 是 这个开的时机稍微有点早了 对 可能有点操之过急啊 可以看可见明明在这张图上 应该是造语很深 计时很快 但是 就是在稳定性上面可能 没有处理好这个制衡 确实 因为看他走的一些路线带是比较极限的嘛 对 看这里 这里路线非常好 看再来一个点票以后呢 我们接一个体验单线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QG宁青在前面只剩下一个半道 甩尾可以顺利重线 果不其然 极业幽名占领一二位四 是 这个赛车的一个对比就马上可以体现出来了吗 是 那看着来了 这一局 QG很有可能再追回一分 是的 那如果追回一分 就压力啊 是 这四辆赛车的一个对抗 看一下 本局比赛一个起步 对 这手地图其实选的QG挺难受的啊 天鹏原本以为 真的 打不出来什么 翻不起水花 是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就等着你呢 这个手 对 如果说这一张图QG没有打好的话 那上一张11成 我觉得对于QG来说可能会后悔 倒不如说来直接上手 莫莫哭 来看 看下这边云海的一个弹射位置 看这边进阶过来一个快速出弹 看下目前四个人的距离稍微有点 比较大差 所以是两个大踢队 对 但是我比较疑惑的啊 就是 其实之前也会出现这种赛车的差异 但是并没有这么大距离的这么明显 是 为什么赛制变了以后 反而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在解说后面的比赛来感受一下 只要一场一场的积累过来 你才能就是从中分析出来吗 对 后面两名选手区区非常近 那这一局如果按照这一个名次充现的话 QG是能够达到一定优势的 是8秒 8秒 对 逆星再次反烧了明明 最后两名选手充现时间是3秒3秒一样 是同分 对 那前面的话是相差了2分吗 对2分 那刚才是QG领先1分 现在已经来到了3分的优势 仅剩下最后一局 一张 一张赛道 确实是留了竹心者和双身 难道要广寒吗 真的全部都拿出来用一用吗 逆星这边用到了竹心者 而明明是用到了日药 月影的皮肤 是 需要这辆车就是WCW 是CW速度吧 嗯 所以说在一些地图上可以进行一波跑马的革新 但是像 哎 好 明天起步不顺啊 是 这边还受到一点干扰 我看一下云海和逆星先冲出来一个双领跑的优势 是 这张图我觉得用竹心未必是好事啊 是 这个节奏点的话还得控制好 对 来看一下 这也在进行看 现在其实有一些偏乱 这里三位以后虽然说速度很快啊 但是一定要及时调整一下 哎这里明明有点担心啊 这也在做一波卡位 因为你现在后面不断有想法这边这一个反超路线更好一些 但是被明明反卡 是卡掉进行小分 现在从小段来看 明星的距离是有一些远要急着做后追了 是 而且明星驾驶是进霸 对 现在 现在 现在的击落就是擦架的筋发跑出来的是吧 但是现在重任已经来到了明明身上了吗 没错 要这辆车大家就可以学习一下别具一格的跑法 但相较于主行者来说只要主行者节奏不乱 肯定还是要压着要一头的 就比较担心的就是对尤其这个点 主行者会不会有节奏上的混乱 是 我觉得就前面这个点的话节奏还是要控一下 嗯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两圈 RNGM逆星都是在那一个点被后面的选手迅速拉进距离 是 而且就不断卡位嘛 这一圈的话其实明明应该是出现一些失误 是跟明星调到一个队伍了 而且这个完成时间现在不太好说呀 是 你还在前面的一个距离是非常远 对 但是明明跟宁星是跟得非常近的 对 要看宁星这边 如果说RNGM这一局双鱼跑大比赛 很有可能是一个四分的优势 我们来期待研1分39秒小 这边7秒 6秒 2个6 加714 14分 然后8分加11分19分 5分 是吧 好像是这样的 刚才是38大还是39小 39小还是38大 对 反正玩 是 但是很有可能 真的来了一个大分盘 是 这一局的话 因为明明在前面 就是做一个后追的时候 是不断受到了 逆星的干扰嘛 对 赛事上有历史 但是逆星这辆车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它的一个稳定性 没想到在之前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表现出入的逆心 在最后一局真的展现它的大心脏 驾驶着容错于较低的主星者 反而卡位非常的凶 是 可以给云海做一个保家护航 没错 那我们再看一下RMGM这边已经摘一下耳机 向QG走去恭喜RMGM 在第一轮2v2个人童赛上先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翻盘加胜利 这个最后一局这个选途确实也没有想到 我们主要没有考虑我们的目光都聚焦在特别有重要的逐行者和双战神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指挥官成了本场比赛 谁看到整整九局比赛都是非常焦灼的一个状态吗 对 而且四名选手也告诉我们